电影《童雀台》即将在下个月的28号上映了 那么昨天的该片在上海举行了一个发布会 在发布会的现场曝光了一些片花 同时几位主演苏友鹏 依能静还有刘亦菲是奇奇亮相 不过当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曹操的扮演者周润发是否会出席呢 来看一下 欢迎几位 大家好 我是苏菲 大家好 我是苏菲 我演的是明君 同学来祝福片大家今天非常高兴 好 待会儿还有机会 好吗 无论是影片介绍还是发布会主题都打着周润发的旗号 不过当天众主创奇奇亮相后唯独不见周润发的身影 就在大家深感遗憾的时候 这位绝对主角却欣然出场 欢迎几位 我要问的 我要问的问 干杯机 行行行 我当然觉得丁演绎的是最完美的曹操 不是 不是你讲的那么好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就是一个人啊 这个人的性格呢 没有什么特别 就得听导演的说每一天在家对话就行了 周润发压轴出场进行主角地位 不过开场十分钟 他要么一问三不知 要么着急下场 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直到最后环节周润发和记者之间的一问一答 终于让他打开了话匣子 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在座很多人都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谢谢 你几岁 你几岁 这个是秘密吗 你看这个开门 电视剧还是电影 电视剧和电影都有啊 第一部电影剧是什么 我看第一部是上海 你几岁 那个时候你几岁 小学呢 这样的周润发随意谦和 不知道在首次与他合作的 刘亦菲 依能静等人眼里 周润发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个性呢 他呢就会有他的 就是这些冷漠的方式 我们也很乖 他只要说我们就笑 不管听头说没有 然后我们就说他刚刚说什么 我就不知道 就不管被绕阴了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会很开心 就是一个小儿物 我说所有做的事情都为了我老婆 因为现在呢 这篇图投资他拿了 他就做投资 每个月呢给我200块钱 回家的时候不讲话的 我老婆也不跟我讲话的 我也感觉孤独啊 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病 我有病 回家不爱跟家人讲话的毛病 是有点奇怪一点 就是少说的发生 好 感谢 感谢观看